哈囉大家好 那今天我要來更換我洗衣機的皮帶 那洗衣機的皮帶呢 最主要就是帶動我們的洗衣棒 還有洗衣服的那個槽 那如果沒有這個皮帶 這個棒子就不會動 槽也不會轉 就無法脫水 那事實上這個皮帶 我大概十年前有換過 那現在又壞了 那今天我們就來跟它更換 那目前我已經將洗衣機要把它放倒 這樣會比較好施工 那我們順便來看一下 因為最近我有拍過更換雕竿 那這個雕竿有沒有 就跟我們上次拍的釣竿 也是長的幾乎一樣的感覺 不過它這個沒有缺口 就上次的洗衣機的釣竿 可以從這邊放進去 這個就不行 那當然我們今天不是來講這個釣竿的 我們是來更換皮帶 那洗衣機的皮帶很特殊 它是屬於M的 M的 雖然是比較小一點 然後 而且它規格都是很怪的規格 19.5 那這個 這個皮帶成三角形 有沒有看到 這比較寬 這比較窄 這個就是三角皮帶 那事實上以前 我們家以前 也有在賣皮帶 那我們都用什麼A的 什麼 比這個還粗一點 這是M的 三角皮帶 那我們就來開始把它更換 那這個皮帶 到底多少錢 這沒有多貴 一百多塊 是在這個拍賣網站買的 那各位如果 如果有需要 就可以上網去買一下 那過兩天就寄到你家裡的 嗯 然後 我來給各位看一下 好了 這個 皮帶 就是在這個位置 我來轉給各位看 這個是 它的那個 洗衣棒的部分 洗衣棒的部分 然後 它這邊是個帶動的馬達 那這個馬達 你看 你看 它 脫不動這個皮帶 因為皮帶太鬆了 馬達轉 皮帶並不轉 這樣子 這邊鬆滑滑的 那我看有人更換皮帶是這樣 就直接 把這個 這個 搬下來 然後直接更換 那這樣會變得很緊 因為這個皮帶兩個間距很短 很短 這個 叫做 猶豫的空間有限 所以 我是覺得 還是把它移動比較好 移動這顆馬達 那這個馬達 它有 兩個 固定 螺絲 上面 跟下面 下面 下面也是一樣 拍一下 這邊 長得一模一樣的螺絲 這螺絲 這個是HITACHI的 它剛好 剛好是用這個 13號的一個扳手 我們就用13號的扳手 先把它轉鬆 轉鬆 轉鬆以後 你就可以用那個 螺絲起子來轉比較快速 我這邊有準備一根十字的螺絲起子 那我們就 用螺絲起子 把它轉 當你轉鬆了之後 你會發現這個 這個 有沒有 這個 馬達 馬達的底座是可以 可以移動的 這邊有一個那個 移動的一個 結構 有一個 槽 那你可以 可以 對這個 馬達做一個 左右的移動 這樣就可以改變那個 那個 皮帶的張力 當然張力就適度就好 你也不要 不要拉得太緊 那我們就是 開始來更換 先我們把它放鬆以後 放鬆 那最靈點這樣的話 這個皮帶要取下來 就會非常容易取 你看我一手拿著 拿著這個攝影機 一手就可以取下來的 事實上這皮帶 講實話沒有什麼磨損 那但是因為 因為它這個 調整的間距 已經到極限了 所以我不得不跟上 然後 我們 就來 把這個新的裝上去 好 那我現在要來裝 把這邊比較深的 熬槽的 先放進去 然後這邊的話 是大的 這樣子 有沒有 這樣子把它 這樣壓住把它 轉 這樣就進去了 那這樣的話 目前是已經調到最鬆了 所以你看 這壓住的話 這邊轉 它就會不動 所以說我們 進去以後 就要把這個 搬回來 搬回來 讓它比較 緊一點 用鎖 推著 這樣有點緊 推著讓它緊一點 然後 趕快鎖上去 固定一下 固定一下 這樣子 然後 再用板鎖 把它板 鎖緊 好 這樣就OK了 那希望它可以再 運轉一段時間 好 那我們今天呢 洗衣機更換皮帶 就到這邊為止 都已經換好了 那希望各位呢 會喜歡今天的影片 那各位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請記得要訂閱我的頻道 也別忘了幫我按一個讚 謝謝各位 拜拜